在下午之二的那個我們講義的部分 就是介紹的是 如果去解義原因是不等次 好來看這邊 重點有三個 第一個你看這邊 重點一部分告訴你說 如果我告訴你說 來看這邊 A-B如果大於0的話 則A會大於B 什麼意思你就想嘛 兩個數字相減會大於0 那肯定是什麼 肯定是不是大數減小數 所以代表A大於B 不管正負喔 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如果A-B小於0的話呢 那一定是小 什麼結果 小數減大數才會小於0 譬如說可能是負1減掉5 負1是小的5是大的嘛對不對 這樣聽懂嗎 會啦齁 再講一遍喔 A-B如果大於0 那A一定大於B A-B如果小於0 那A一定小於B 好是第一個你要會的東西 那他講的東西其實 大部分出在哪邊 就是那個選擇題 他可能問說我的身高怎麼樣 或者是問體重 或是花多少錢 誰大誰小之類的 好 那第二個呢叫加法性質 這個也很簡單 他告訴你說如果 A大於B的話 則 A跟B 加上相同的數字C以後 還會是大於 這個我們自己講過嘛 那其實這有點像什麼 一項法則對不對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好了 AX加3大於2 好我舉個例子 那請問你 你如何把3弄不見 怎麼那麼不見 怎麼那麼不見 是不是減3 減3的話那個3就不見了嘛 啊所以這邊減3這邊呢 減3 也可能減3嘛 所以這叫什麼東西 這有點像等量公理對不對 以不等字的那個 不等號的這個符號有沒有 在大於這個符號裡面 左右兩邊做相同的事情 左邊減就右邊就是跟著減 左邊加 右邊跟著加 這個符號呢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答案變成X大於-1 這樣一項法則就稱為等量A 這樣一項法則 然後也相當於那個等量公理 這樣會啦 所以加減很簡單 就是本來大就還是大 不管加或是減都一樣 可是乘法的話呢 等於這邊打100顆星 這個是這個單元最重要的地方 如果是乘的話 那就沒那麼簡單喔 好我們看一下 我們說如果A大於B的話 而且C大於0來 圈起來圈起來 C大於0的話 那麼請看這邊 則AC會大於BC 也就是說 如果我乘的數字是正的話 那麼乘完之後的結果呢 還是大於 除了之後呢 還是大於 也就是說我們之前講過的嘛 我說基本上來講 不等式跟那個 一元一次不等式 跟一元一次方程式 是完全一模一樣 唯一不同的地方 是在這一點 就是如果是我同乘 一個負數 或者是同乘一個負數的話呢 要變好 所以旁邊把寫上去喔 就是指的是同乘 或同除一個負數 不等式要變號 好把他寫上去 那什麼要變號 就是大於變什麼 小於 小於變大於 這樣會嗎 把這個把寫上去 好這個把寫上去喔 快點 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